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是擦防晒了嗎 怎麼會晒成這樣 夏天大家怕油膩 可以使用凝乳質地的保濕精華 比較清爽 至少使用五元硬幣大小的量 塗抹全臉 全臉肌膚都要塗抹覆蓋到 才是正確的擦法 額頭、顴骨、鼻梁 是最容易晒傷的地方 記得要多加強一下 不論產品的SPF有多高 只要你大量流汗或碗水 還是會影響防曬效果 所以補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使用保濕噴霧去除臉上髒污 接著再噴一次幫肌膚補充水分 再一次全臉均勻擦上防曬 記得脖子也要擦喔 只要做好正確的防曬方式 隨時補擦 任何戶外活動 我都hold得住 哈哈哈哈哈哈